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表示说是因为要让韩国瑜有起身的空间 所以当时椅子才会有所挪动 这个人也跳出来讲了 这个是赵少康 赵少康他的讲法是说 其实大家特别是绿营很喜欢那边酸什么猴友宜 但是你要知道当时为什么韩国瑜会跟他坐得比较近 是因为他们两个有私事要聊 那现在他们就觉得椅子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 为什么要一起讲这件事情呢 这到底有什么好说的 到底哪里可以做文章 主要当然还是大家想问他有没有跟韩国瑜两个人好好聊一聊 那先前就有人直接问到了韩国瑜 以及问到了侯友宜 侯友宜这边讲法是说 其实他要找对方三次 刚刚好这三次他都没空 结果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王浅秋被视为是韩国瑜的一个亲信 就讲说和他知道的有所出路 强调不用过度消费韩国瑜 有些时间真的不能配合 但是他想强调的是意见 现在讲这些没什么用 因为韩国瑜不会刻意的要去拒绝 重点是要团结 那侯友宜的讲法则今天说了 他说韩国瑜跟他都是一样 是有情有义的兄弟 爱与包容这件事情 跟他信念想法都一样 所以大家就要团结一心 一起来继续拼 那大家就在问了 韩国瑜到目前为止 很多人还是会再提到他 但是这个人在上节目的时候 他爆料就是前立委邱毅 他说大家现在讲韩国瑜 可能有一个人听到的时候 心里头会嘖一下 这是谁 这是朱立伦 因为他说了 说是吴敦毅 就是国民党的前主席 曾经告诉他 最反对韩国瑜的是朱立伦 还说这话言犹在耳 真的假的 这么巧 吴敦毅呢 从端午过后 就没po过脸书 结果前年脸书上头 又po了一篇文章 告诉大家最近比较热 多喝水 不要在太阳下面曝晒 要补充水分 大家开始来问 这个讲法是要大家烧火气吗 好 在选举年 就是有特别多的事情 你讲一件事大家就会有特别多的想象 特别多的延伸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主要都是因为战场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战场到底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 大家一直在问这件事情 侯友宜现在也被问到这件事情了 那他就讲说 他拜关公 重情重义 重承诺 他还讲啦 说基本上 这件事情呢 他认为团结下架民进党 是大家共同的目标 那为什么会回答这个 是因为记者问到他 有关于郭董 两个人都是拜关公的问题 现在如果跳出来 会不会让他觉得说 好像是情义上头 没有跟关公的情义是一样的 而目前为止呢 基本上国民党要怎么样来看 有没有可能换 这个人呢 是前青年部的主任 好 他的讲法是 他认为 大家现在看到的 包括了柯文哲 包括了赖清德 他觉得这已经是所谓的 民调天花板呢 会有天花板障碍 那未来 有可能直接 往上指叠回声 具有分盘气势的 那个叫做侯友宜 确实哦 最近开始 小金们有动作了哦 因为看到了 包括了在南台湾这边 李梅珍还有议员跟他挂上 新北有洪梦凯 已经开始挂上了看板 还有台北市的游淑会 桃园的林涛 他们现在呢 甚至还串联了 有一个北中南东南投 全台串联的公车广告 说要一起来坚定挺侯 但是还是有人提出了换侯 这个人是立委郑立文 但是现在呢 大家就开始在问 郑立文现在这个时候 讲这件事情 会不会被人家处理 处理这件事情 好刘家强就讲了 如果真的有人 有对他任何处置的话 他特别指的是朱立伦 说如果对郑立文 有任何处置 那就是国民党的亡党之日 而他的振振前呢 他的同僚 就直接讲说 他跟郑立文是有聊过的 他说为什么郑立文会这样讲 其实一点都是为了国民党好 因为他特别调郑立文 以前是最挺侯的啊 现在为什么会讲换侯 因为他们很担心 如果这一次搞不好的话 就没有接下来了 那到底现在搞得好 搞不好 好这个没人说得准 陈大佬说话了 他说啦 现在这两个人 王金明金普通出来 虽然说看起来98% 侯友宜好像不会当选 但是呢 这个2%的几率 在这两个人出来之后 翻10倍哦 会变20% 可是我没想问问沈大佬 怎么前几天这样子讲 在今天又改口了 说当选几率有可能是几乎是零 还说国民党也没人可以接 哪一个才是真的 这场局这场战 到底应该怎么看 我过头来请教兵哥怎么样来看 因为确实侯友宜他的民调 从5月17争招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好像还没整合好 其实现在看起来侯友宜 在金小召的辅佐下 是开始在整合了 那问题是整合了成不成功 大概只有他们自己内部 才会知道 那看起来至少侯友宜的应对攻防 是比之前有上轨道一点 这是一个好的方向 但是这个方向能够持续多久 这个就很难讲 那至于过去这段时间 到底谁拉椅子 或谁离谁近一点 谁离谁远一点 其实我白以为这已经不重要 都已经过去了 那龙建仙 居然要再把他提出来 其实我就必须说 那一天其实我们最遗憾的 不是看不看到 他拉椅子或怎么样 是后以后来跟大家讲说 他其实当天已经像 韩国瑜说道歉了 说不好意思 那如果你当天都愿意 跟韩国瑜说不好意思 我的执意就是 那一天是设好给你的一个场子 就是要让你去表现 你为什么不直接 赵少康都可以跟韩国瑜 表现一副很热络的样子 大家在一起谈 你为什么不能够跟韩国瑜 表现得很热络的样子 甚至当着所有媒体面 当着所有人的面 你直接站起来 拿起一杯酒 或拿一个饮料说 过去我对韩市长有很多 不够的地方 不礼貌的地方 让大家觉得不好的地方 我在这边跟韩市长赔罪 对 你就当天就这样讲 不就结束了吗 那个场面 我相信如果你做了这个动作 没有人会去注意 你我们拉他椅子 谁也不在乎这件事 所以我就觉得 现在再讲说 你去找韩国瑜几次 我觉得那个都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既然你也已经道过歉 你也两次一次在零基点的场子 一次是在宜蘭 那干脆你就找一个机会 就是你跟韩国瑜再合体一次 然后你当面向大家致歉 然后韩国瑜也表示支持你的态度 至少你可以稳住这一方面的选票 这对你来讲是件好事 我觉得这个是侯友宜跟侯伴 要尽力去促成的事情 至于说谁的观感是怎么样 我觉得就已经不是很重要 因为要选举的人是侯友宜 不是别人 那朱立伦喜不喜欢 我觉得也不是重点 因为朱立伦再不喜欢 那你要不要韩国瑜的票 韩国瑜有没有票 如果韩国瑜有一部分的票 那你喜不喜欢都不是重点 那至于吴敦毅前主席 人家只不过天气热 叫你们多喝水 你就可以联想到这么多 搞不好人家是帮那个 矿泉水自入行销 你怎么知道 他只是没有把它 Hashtag而已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老人家 有的时候只是好心提醒大家 喝点水 不要真的有这么多 有的时候我也觉得 我们太权谋 太政治了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侯友宜的态度开始变 就是过去他对郭台铭 他意思就是尊郭 就是郭我们大家都是好兄弟 你当初的承诺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反悔 但最近话风开始变 你看他这次不是讲说 我们都是拜关公的 这次讲我是拜关公的 然后他自己本身是 重情重义作承诺 那这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 那我是重情重义作承诺 那谁不重情重义作承诺 大家自己去想 就这样的意思 在我看来是这样 那当然也有人会说我见缝插针 可是在我看来的解读 真的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我听说金小刀现在的策略 是准备要攻科兼攻锅 那我认为这个策略是错 我认为现阶段而已 现阶段他不应该去攻锅 也不应该去攻科 他现阶段应该去攻赖 他应该就是先去站稳 他是非绿盟组的地位 而不是去打科或是去打锅 然后破坏非绿联盟之间 未来结合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策略本身是不对 那当然金小刀已经好到的看法 我也不敢讲什么 那可是郑立文这个东西 是 我也比如说我也去跟郑立文聊过 郑立文是很忧心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之前是力挺侯友宜的 是 他第一个跳出来叫朱立文 直接征召侯友宜又就是他 那为什么现在他开始 他其实不是反侯友宜 而是他看侯友宜这样子 肌肉不振的状况 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 准备好的状况 他非常忧心 他非常焦虑 那问题来了 问题是要换谁 那个郑立文告诉我们说 是要换韩国瑜 可是韩国瑜老实说 韩国瑜出来又有一部分人 假设 假设朱立文真的很讨厌他的话 那这一票人又不愿意 所以我觉得现在 换谁其实都不对 也不重要 重点是先把整个国民党 的声势做起来 把侯友宜的 你们先努力看看 把侯友宜支撑起来 如果真的不行 反正国民党过去也不是没换过人 你们要换就去换吧 那至于沈大佬 我必须说 按照沈大佬这个说法 两个就已经增加20% 你再找八个就铁赢了 对不对 再去找八个 实践合璧不就赢了吗 但是事情有这么简单吗 那沈大佬每天都有新的评论 大家看看就好 是 来 余轩怎么看 我觉得大家不要 一直期待尝试同样的方法 然后会发生不一样的结果 这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叫换猴 你今天把猴友宜换了 那就是跟当初换猪一样 真正伤害的 并不在于说 新的候选人的确比较好 对 但新的候选人就算比较好 你本身在自换的过程当中 就会造成党内急剧的撕裂跟拉扯 所以换言之 部分知识侯友的死忠票源 你就不可能再拿到了 甚至对于换将戏马感到厌恶的 国民党支持者 你也拿不到了 好 再来第二个 讲到说这个 我另外一个对比叫谁 叫做金卜充刚才特别兵哥有点到 说要打这个柯文哲 也要打郭台銘 那就跟当初的林哥人一样 当初的林哥人不就是因为攻了高洪安 所以导致自己崩盘 所以我想不要想重复 还是失败的经验得到不一样的结果 另外讲到侯友宜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也必须要谈一下 他最近又把这个焦点 重新再拉回到当初的友谊门 然后在椅子一来一去 道歉什么的 然后跟韩国瑜如何如何 我觉得多了 先前我已经跟侯友宜也好 他们团队也讲过好多次了 说什么 有些时候你要当激励断 要裹断两个字 这件事情第一时间在现场台上 大鸣大放 大放道歉 大家绝对给你百分 但你等到事后拖拖拉拉扯扯 然后才说我其实私底下也有 然后现龙界还特别出来在帮韩国瑜澄清 然后欲盖弥彰化舌天主越某越黑 只是再度唤起大家对于这个的印象而已 只是再度唤起大家对于这个印象 那你说真的会有加分吗 现龙界出来打原场 侯友宜说我私底下有道歉 然后又突然又跑回去说 韩国瑜我约他三次他都不见 这种做法对于整合 对团结也都没有帮助 所以我觉得现在整合的关键契机 并不在于说这些大咖 这些你说柯也好 郭也好 侯也好 他们到底要怎么去瞧 因为现在就每个人的盘算来讲 大家都想要选到底 郭也想选到底 侯也想选到底 柯文哲只要有胜算的情况 都想选到底 所以关键的反而是发挥在 非力选民的智慧里面 高宏安这一局你说 他是有人特别安排出来了吗 不是 高宏安是民动自动自发 让这个局面最后产生胜选 蒋旺安也是一样 遇到蓝绿百三方的时候 就最后真正做出优质判断的 竟然是选民 所以你今天讨论说 郭台铭到底会不会出来 我觉得郭台铭出来 不一定是一个二号 反而是郭台铭还没有出来之前 已经先把要出来这样的声音 丢出来之后 会给每个候选人一个警讯 也给所有支持者 一个团结的危机意识 什么意思 今天郭台铭出来 原本最有胜算的叫做柯文哲 目前的民调 他跟赖兴德很多份民调 甚至差距不到3% 也就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所以这个前提跟状况之下 反而促成柯文哲如果选不上 最后叫做通盘皆输 跟国民党之间 产生合作的可能跟契机 你说柯文哲是不是 可以跟郭台铭和 跟国民党和差别在哪里 国民党至少还有 跟柯文哲叫互补姓 地方组织派系 装脚立委 不分区 区域立委 这些通通都是柯文哲没有的 包括到治国人才 所以退和求疾是 与其跟所谓的不讲武德 不讲信用 拜关公的郭台铭合作 还是跟国民党合作 我相信柯文哲 做一个政治精算师 如果在自己 没有办法选总统的状况之下 没有办法当选状况之下 会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 好 其实大家也在问 当大家在讨论换不换 换谁怎么换 这个同时 其实我们注意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青年的部分 他们的年轻战略 现在开始认为说 不会了 应该坚定是可以的 还有人说六月底开始 已经是由负转正 声量变正了 有机会在网上走了 看板拿出来了 游负哥怎么看 由负转正一定 那为什么是年轻人 因为国民党这批年轻人 没有反击的力道 你只能看大人表演 不然你还要他怎么样 你要他能怎么样 你还要在这公司混 谁叫你刚进来 你还刚面试进来 试用期还 我现在已经给你一个 组长召集人的位置 可以让你上去了 还不拼 不拼这么来换掉 开玩笑我金小刀 你跟这些老的吵人看 你跟正立文吵 为什么不跟正立文吵 找这些年轻人恐吓而已 陈冠安 这些年轻人李梅珍 怕怎么不怕 你要不要跟正立文吵我看 要不要跟赖斯堡我看 要不要跟这些 陈玉珍吵我看要不要 不敢 现在国民党在干嘛 欺负小孩大小 你不就是做这个动作而已 由负转正是一定的 因为这是一定的 这是一定的 不要拿由负转正说 金小刀好厉害 没有这个逻辑 因为这是一定的 因为已经到谷底了 你告诉我你还要再夺烂 不是 今天还会讲拉椅子什么 这我一点都不介意 我跟各位讲 你要郭跟函 道歉的人可以擅长了 他拌拌的 偷偷本手 骚骚骚的 筋力可以走 为什么 不会有这个选项了 你一看金小刀 昨天开始就知道 兵分二入 你们上面写得非常的清楚 那个文章就在写 其中一路对韩国瑜 他在干嘛 找好朋友 来软的 农戒 少康歌 那天你看少康歌跟韩国瑜 又拉搭尖又怯底 跟他讲消失 还讲私事 不能讲的私事 叫朋友去讲 柔软的 我跟各位講 你看對郭台銘 未來一定是打破殺 不是打破殺郭了 又打 又要破他 又要殺他 你看最近開始了 找誰也是好朋友 叫黃建廷 講你是Plan B 你就貪心 你當初來就是要有位子 然後昨天郭董就中計了 怒批了 今天聰明多了 不要這樣 兩個反應都不對 你這樣子反應 你怎麼玩大胃 我昨天講 你今天遇到的三個候選人 都非典型不是政治人物 不是警察 醫生就是商人 反過來你們這些商人 醫生跟警察 你對這些政治人物 你也不能用你原本的職業 尤其郭董 你一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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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 這跟韓國有什麼兩樣 我們講你們也都不去聽 我跟各位講 今天鄭麗文跟陳輝文 才是當初最清醒的雙文 一直挺 一直挺 我就一直在看 誰到最後會清醒 今天會變成這個局面 鄭麗文跟陳輝文 才是頭腦清楚的人 你挺到這樣 都還願意清醒 真清醒 其他的人還在那邊 以下那個沈大佬 還在那邊很強 那個猛虎出雜的 大可不必 如果你說 10個2%會變20% 你當初為什麼 罵于北城那個命中率 飛彈多打幾顆 最後我講了 還在那邊說 換猴不行的國民黨 或相關的這些人 包起來算了 你不換 無非就是怕 怕 怕 一個國民黨到現在還在怕 連這樣子的狀況 你還在怕 我跟你講這個黨沒救了 不換猴一定死 好 我們這個 剛剛 我們的友志哥 給了他自己個人認為 現在他覺得 應該要堅信的評論 但是等等廣告回來 我們其實要討論更多 到底趨勢是什麼樣 先進廣告 好 我們剛剛講到 趨勢的民調變化 這個人最近講話 大聲囉 他說什麼 他說選舉要看趨勢 為什麼 因為感覺上趨勢 好像對他比較有利 是誰啦 柯文哲 好 柯文哲確實最近在幾次的民調看起來 不但是作二 萬一有的時候甚至就在第一名 他是怎麼說的 他現在講話我們發現 好像可以理出一些邏輯 因為跟動物特別有緣 很喜歡用這個動物 叫做猴子 來看到他的猴子理論 過往2019年 他就曾經講過了 他說猴子屁股紅 爬到樹上才會被看見 大家就講 他是不是在攻擊蔡政府 不是只有對綠的這樣 因為他連韓國瑜 也曾經用這樣的形容來說過 看大選的時候 藍的綠的他都說 你看嘛 這個就是猴子理論 就是在地上的時候 你看不到紅屁股 然後上去到樹上 你發現屁股是紅的 馬上就被換下來 他覺得這幾年來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才會政黨輪替的 這麼頻繁 但是我們要問的是 如果都說 這個猴子理論的話 柯文哲知道自己屁股紅嗎 你是猴子嗎 其實現在大家就在講 為什麼他講話 會比較大聲一點點 你來看看 我們這個講話 真的是評論的 還滿中肯的 你看看 因為大家問他 如果說總統辯論會的話 你想要問侯友宜什麼題目 他是說 你先確定他7月23號之後 還在 我們再來討論 他連這件事情 他都沒有想 他說 到底有沒有可能 侯友宜會不會被換掉 他還給他打一個問號 甚至他還講了 說他說 侯友宜是真的還沒準備好 他評論兩個對手 評侯友宜是說 他認為他應該要多讀書 他還說他自己出去 美國訪問的時候 出國前讀書讀了一個月 在那邊問問題的時候 才能夠有答案 所以他覺得 選總統要讀書 侯友宜你該去讀書 這講話是不是真的 還滿直白的 而現在其實大家也在問他 你有沒有所謂核的可能性 這當中就包括了郭台銘 因為先前曾經傳出 他想要併購民眾黨 現在柯文則講說 他自己怕到不敢接電話 還說啦 說看到那個電話來電 他就嚇到了 而現在大家也要問 如果你受這樣的態度 來對待郭台銘的話 你必須要了解 為什麼你民調會往上走 很多人說有其中一部分 特別是藍的這邊 轉過來支持您的部分 其實可能是跟郭粉有關係 那如果你現在這樣打郭粉 有沒有可能最後會變成 你自己被打回原型呢 因為他現在不但是說 不敢接他電話 甚至還爆料 說當年他們在決定 民眾黨不分區的時候 郭台銘是都受不分區的名單 說他政治上太奇怪了 還說商場上他大老闆很厲害 政治上很奇怪 他說拿了七個人要推薦給他 他就覺得很奇怪 他那個時候調了高鴻安這個人 挑出來當民眾黨的不分區 結果他還聽說 郭台銘拿了同一份名單 去問親民黨 又再兜售一遍 但是我們要問 如果你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那你那個時候選了高鴻安 不是也很奇怪嗎 現在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局呢 現在這個局被說是民進黨開始在挺喉的局 你問我有沒有講錯 我沒有講錯 民進黨開始挺喉 什麼意思 原因是因為賴清德陣營現在傳出來了 說他們在打磕的這個部分 好像怎麼嘲笑他檳榔磕 或者是說他在兩岸這邊 都有點失準 沒有辦法精準打到 那他們我們先前有講過 邏輯是這樣 賴清德希望是4比3比3 因為他基本盤就4成 所以最好就是兩邊勢均立體 那我躺著選 但是對於侯友宜 還有對於柯文哲來說 希望4比4比2 邊緣化一個人 那就可以跟賴清德一較高下 所以對於民進黨來說 他們不願意看到的是 侯友宜太弱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是不是就要選得很辛苦了 所以我們才會聽到了 以下這一段對話 他們的莊瑞雄委員 竟然希望侯市長加油 這麼憂心 幫他加油打氣 聽聽他怎麼說 那國民黨今天最主要的原因是 侯友宜的聲勢太低 侯市長的聲勢太低 那當然到最後會形成群雄病棋 群雄病棋 那看他們全代會吧 全代會 侯市長挺住吧 我們也希望一個政治 泱泱大黨 一個徵召的一個候選人 最後能夠挺住 侯市長 停住吧 莊瑞雄幫你加油打氣 因為他們說 要你挺住 這樣他才有機會 4比3比3 因為現在更害怕的是什麼 細卡都啦 其實對於民進黨來說 他可能還想細卡都咧 什麼意思 就是郭台銘 如果真的出現的話 對於民進黨來說 更開心了 因為 柯文哲 侯友宜 郭台銘 不可能整合 游宜龍現在就講啦 現在他看起來就是 細卡都的可能性 是最高的 那如果這樣的話 真的耶 賴清德可以直接 回家躺著了 他就不需要再努力了 而現在呢 大家為什麼會一直說 有可能會細卡都 因為前幾天 我們就看到了 說呢 在屏東這一邊 週典論 他找了大家 一起來吃飯 結果呢 媒體都到了現場 很多人是來到了現場 之後才發現說 哎呦 這邊有那麼多人 包括了這一位 台北市議員 徐鴻廷 好私底下問過鴻廷 他說我真的是 才剛從新加坡回來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是看到大批媒體 他們就直接轉調走了 因為呢 他們說跟原本想的 好像不太一樣 甚至呢 他現在要反問 朱導 誰 當主席朱立倫 哎 導演啊 當時是你呢 這個 呃 決定 獨斷 來 呃 做提名的 這麼一件事情 好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部戲現在演成 現在這個樣子了 跟你當初寫的劇本 是一樣的嗎 提出了這麼樣一個問題 到底現在這個劇本 會寫成什麼樣子 最後的結局又會是什麼 回過頭來請教兵哥 這個 柯文哲很喜歡用 猴子屁股紅 這樣一個理論來形容事情 而且現在大家發現 他講話越來越直白 這個理論根本就是全錯 是 因為如果猴子屁股紅 是爬上樹屁股紅 就是這個缺點 被人家看見的話 柯文哲你忘記 你上次差點就輸掉 上次要不是因為民進黨在那邊 亂搞選舉的過程的話 不要讓大家一邊看電視 一邊投票的話 你就已經輸掉了 你在講什麼 你自己的也是缺點擺出 然後柯文哲最喜歡用什麼 不讀書 好像他自己很愛讀書 你知道你的猴子 理論出來什麼地方 猴子誰告訴你說 猴子的屁股紅是缺點 猴子的屁股紅是優點 越紅的異性越喜歡 搞不清楚 那是人家吸引異性的法寶 所以那是優點不是缺點 所以基本上 猴子為什麼屁股紅都不知道 還出來叫人家讀書 自己跑回去回家看書 我看你書都沒讀透 我必須講 柯文哲為什麼最近突然之間 把郭台銘跟他之間的密信 寫出來還講得 一副好像被家暴一樣 郭台銘打電話來 我都不敢接 你以為他真的不敢接 你認為柯文哲 會不敢接電話嗎 他幹嘛不敢接 柯文哲這麼有Guts的人 郭董打來 你不想跟他合作 你直接跟他講 郭董我現在沒興趣跟你合作 不是結了嗎 為什麼不敢接電話 因為很簡單 他並不想真正破壞 他跟郭董之間的關係 他只是現在現階段 他不需要跟郭董 走得太近而已 因為現階段他聲勢正高 他聲勢高的話 他幹嘛跟郭董在那邊勾勾塵 那郭董又曾經講出 併購民眾黨這種話 那如果他這時候 又跟郭董一直走在一起的話 他自己的黨員都會軍心動搖 想說你是不是自己要先跳船 所以他這時候 當然跟他要保持距離 可是他又故意講什麼 你看郭台銘現在的策略是什麼 他要先併購的不是我 是國民黨 他要先把國民黨吃下來 吃完國民黨之後 再來吃我們民眾黨 他為什麼要講這一些 就是一方面考試國民黨 另外一方面 要跟郭董保持適當的距離 但是你以為他會永遠跟他保持距離嗎 也未必 因為我們都知道 民眾黨的資源相對比較小 當到了選舉中後期之後 民眾黨的資源開始枯竭的時候 當他對郭董有需求的時候 他會不會回頭去找郭董 這時候都很難說 要看那個... 就是... 他的支持度到底如何 我現在突然之間 連Cowen成的名字都快忘了 我剛剛想幫你接 我想說你到底想想跟我們談的好有 我看他臉我一直講到猴子 然後我必須說 不用去講說 現在會不會是Cowen都拉或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其實人算不如天算 因為就算到最後真的是Cowen都 誰告訴你Cowen就不會發生氣寶 誰規定不行了 Cowen搞不好剩下 假設是Cowen則很強 剩下猴跟郭這兩邊的 到最後為了把民進黨拉下來 搞不好就會投到Cowen這邊來 也不一定 這個都很難說 要看選舉最後局勢怎麼演變 要看賴清德跟民進黨有沒有做出一些事情 讓大家深惡痛絕 不就是這樣子嗎 如果真的演變到那種情況 選民自然會投到最容易當選的那個人身上 所以我覺得現在去談這些都未免太早了 可是郭董現在出手 他為什麼要突然直接用黎劍記這去講 他在講誰你知道 我直接說黃劍廷就是你 就是你跟朱立倫 你們這時候還在寫那些文章 還故意講說 我當初要給他不分區龍頭 你們這時候講這個到底要幹什麼 那徐永庭問得很好 你當初為什麼要採用類初選 不是目的就是為了要保證黨不會分裂嗎 那結果你黨還是分裂分裂一塌糊塗 那你為什麼當初不初選呢 徐永你到底幹什麼吃的 你應該要出來說清楚 當時他講了一個鋼琴獨斷 那現在到底這個去本跟他原本想的一不一樣 宇軒可是很多人其實覺得 跟原本自己想的好像有些出路 你怎麼覺得 對 所以我先講一下 好 那我先講郭台銘這件事情 大家思考一個點 黃劍廷完全胡扯 為什麼我說他胡扯 全世界都知道郭台銘他只有一個位置 他想要就叫做總統 除此之外他通通都不要 副手也不要 行政院長也不要 都問過了 通通都不要 好 那你說這個狀況之下 郭台銘會說讓我當不分區 然後把我名次排後面一點 然後讓我可以去刺激大家的選票 大家先回想一下 5月17號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就在5月16號的時候 朱立倫還跟郭台銘講了 信誓旦旦說你有七成機會 七成會是你 但是你要去說服侯友宜 拿來給他看了一個什麼樣 看不懂的民調 裡面內容沒有寫說誰的排名 只是看著古SARS 所以郭台銘到517早上 只還在困惑說奇怪 不是在找我嗎 這為什麼中常會沒有叫我去 所以這種前提跟狀況下我就問 郭台銘在這個前提 一直一心想要選總統 什麼時候會討論到Plan B了 他覺得自己七成會當總統 什麼時候會覺得排進一部分區了 所以這個時候完全胡扯 好 那你說好 朱立倫黃建廷 黃建廷其實根本不是重點 重點在朱立倫 黃建廷講話不是黃建廷的話 是朱立倫的意思 這個時候去操作去打郭台銘 真的有幫助嗎 你陷在這個狀況之下 跟郭 跟柯去做裂解 但未來整合如果說最後的勝算 我就問了 士喀都真的是擺在檯面上 大家思考一個點 你支持者會去投嗎 我今天我喜歡侯友宜 然後我對其他兩個有強烈的證物感 我今天支持郭台銘 我對其他兩個強烈的證物感 我支持柯文哲 我恨厚另外兩個 然後最後會完全分裂 最後大家只有一個想法 那我乾脆不要去投 反正都不會贏 所以這個前提是不存在的 那我最後講一下 柯文哲真正的短板 其實也在進行出現 民進黨就想打地鼠 誰民調出頭我就打誰 先打後尾 現在柯文哲帥我就打柯文哲 柯文哲他自己也有一個弱勢 什麼意思 過去他的思言到這一次 你講說太監說也好 到批評講話是小孩子 甚至最後補充一點 他說郭台銘是年紀太大 所以我不用他當行政院長 然後說我還用林姓毅 林姓毅76歲 郭台銘72歲 所以說慢慢這些事情 柯文哲在民進黨攻擊之下 會見真章 是 那有志哥你怎麼看 原因是因為 像我們剛剛講了 柯文哲現在就講話越來越直白 甚至他還會直接叫侯友宜 去讀書 還嗆說你要怎麼問他問題 他723還在嗎 先確定他在之後再說 侯友宜不是講說他送他叫柯書嗎 他回他就叫他去讀書 你不覺得柯文哲現在 在給侯友宜做烈克魔 在急救他 他給他機會反擊 我全世界最不喜歡侯友宜掛掉的 除了民進黨之外 還有柯文哲 為什麼 你侯友宜掛掉 民進黨不就針對我了 很簡單的邏輯 就同意 所以柯文哲講這些話打侯 就是跟侯友宜講 你也來打我一下吧 你不打我們 這樣搞下去 民進黨就只打我而已 怎麼辦 所以侯友宜自己不爭氣 你看光太監說 國民黨出了什麼招 照理說你不是那麼愛打柯嗎 前一陣子不是打柯打得很爽嗎 現在為什麼突然沒了 現在國民黨根本完全不曉得 自己要怎麼出招 到底要打賴還打柯 現在連鍋都打了 國民黨現在還以為自己是 無縫會戰 還有東北大軍 還有北洋軍閥 全部都有 還可以兵分多路 不是啦 我覺得整個現在 我不懂他們的戰法是什麼 我要講 如果還在講柯文哲 沒有地方勢力 沒有這些堅毅的基本盤的 這場局你大概你會很慘 你去看看柯文哲的網路實力 我跟各位講 那個叫銅牆鐵壁 我以為完全不輸任何地方派系 你去看看 你去看看柯文哲 隨便發一個短影音 有多少的小號跟矩陣在幫他 這個如果不叫基本盤 如果不叫地方實力 一定要踩在地上 有土 有人民 有一個什麼會的 那個才叫地方實力嗎 時代已經過了 已經不是那個時代了 國民黨現在還在認為 什麼換頭不行 當年 當年 拜託 竟然都已經民國幾年了 所有的局都不是你這樣看的 最後我問 你在打鍋吧 我想這些小雞全部跑光光 蔡振元說過 這些小雞 明哲會跟你們國民黨 問題是他在地方選 在每一個地方選 請問第一 國民黨基本盤在萎縮 第二 你的母雞實力這麼糟 他要不要去看更大 其他的可以拉進來的票 哪怕賴清德的 他都要 郭台銘的要不要 柯文哲的要不要 所以他們在地方選 中央說來 給我支持侯友宜 好 私底下 柯 柯 大家都來一點 你認為地方的小雞 真的會聽中央的嗎 我跟你講 國民黨這場選舉整個大亂了 好 剛剛 由這哥提到的北流 在剛剛看到一個最新的快訊 這個是柯文哲道歉了 因為他之前嗆說 我借不到北流 還說事態炎良 甚至還嗆說 這個皇帝不用做決定 太監會解決 針對這一連串的說法 他說自己會檢討改進 我們等等回來來討論一下 好 我們剛剛講 這是在剛剛最新柯文哲 在自己的臉書上頭 PO了長長的一篇文 告訴大家針對於北流 他先前講什麼 講說 哎呀 才下來沒多久而已 想要去辦個演唱會 就沒有辦法去事態炎良 這種事情 皇帝不用出手 太監就做好了 針對於這一連串 他現在已經在臉書上頭說Sorry了 所以民意在走 即便嘴硬如柯文哲 他還是有所調整 因為這一場演唱會對他來講 可能有可能是他民調 再次的一個轉折點 因為他們先前就講 說雖然票這麼貴 八千八一張 很貴 結果他們說四分鐘就賣完了 四分鐘完售 但是這個人跳出來了 自身媒體人周遇寇 他說這個叫假新聞 他還特別強調說這個是吹牛 因為有人一個小時之後 還買得到 那當然他們科辦這邊就直接講了 說是因為有清票 所以陸陸續續會有票釋出 沒有什麼碰轟等等的問題 可是如果說真的 所有的票四分鐘之內賣完 是不是表示在聲量上投 確實柯文哲是有他的實力 好 現在就有人用大數據來分析了 他們就說了 柯文哲他現在你會發現 他的聲錄 網路上的高聲量 可能不是虛胖 因為同溫層的部分 只有佔不到一層 表示他外擴其實是蠻快的 那就在這個時候你會問 為什麼他外擴的可以這麼快 當然前幾次的民調 我們都已經從年齡 不同的年齡層來告訴你 他在年輕人這一塊 在特別是中年人這一塊 他的實力是很滿的 而且是過半的 可是也因為這樣 民進黨現在有可能 是因為有點眼紅嗎 是因為賴清德 總是拉不到年輕選票嗎 因為這一位張之豪 民進黨的議員 竟然跳出來講 講什麼 講說呢 現在20歲大學生的投票行為 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被人家做成梗圖了 最夯的話題當然就是他拿 最近吃光熱炒店兩桶飯的 北科大學生事件 拿來來做文章 他就強調了 說20歲的人 你點了 然後菜 然後你吃兩桶飯 你吃不夠 你跟店家要 店家叫你點炒麵 你可能看不到問題 你不知道說 因為飯煮完之後可能你們來不及吃或什麼什麼 你只想到 你的不滿 可是40歲的人 他知道執行上面 會遇到實際的狀況 所以他就覺得這個就會變成投票行為上面的差異 還說這個在台灣的狀況頗為明顯 好像找學生炒話題 怎麼不想想當年是誰讓蔡英文PAR17萬票當選的 那不也是這一群年輕人嗎 當年是怎麼樣講年輕人的 當年年輕人講的都是對的嗎 好我們要看到的是賴清德 賴清德其實他現在也在用年輕人來POMO他自己的一些政策 包括什麼包括說要幫私大的學生 他們一起來繳這一些學費補助等等 就會巧遇到學生說要贊助補助費感謝他 結果現在反而是後面這一排文字垃圾請刺刑清理 被很多人拿出來討論 但是不是只有現在而已 過往還包括了什麼 在台大拔寡案的時候還出現了自掐歌啊 後來發現他說有人掐他其實好像是自己的手啊 還有包括什麼 還有包括過去選舉的時候 韓國瑜跟學生合照 常常會有人拿書 為什麼要來說謊啊 溜之大吉啊 想要來酸韓國瑜啊 甚至2014太陽花反服貌事件 當時的這一群年輕人背後不也是民進黨在支持 當時在幫他們顧門的嗎 大家就要說到底那時候的年輕人跟現在的年輕人有什麼不同呢 那時候的年輕人就懂得思考 現在的年輕人在張志豪的眼裡就好像變成投票行為 總是沒有辦法釐清現狀了嗎 而現在我們就必須要問到底選舉選到目前為止 當時其中一個太陽花的領頭黃國昌 現在被大家說好像也開始轉向了 包括了什麼 包括了像他要跟館長一起來辦一場遊行 那這一位呢大家就看到他跟館長在一起 會有點嚇到啦 他是台獨的人士 也算是一個大老級的人士的 郭北紅 郭北紅現在要出來選 他去參加館長的節目 說愛台灣是不分派系的 甚至還講說他跟館長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被很多台派的有人批評 說如果是這樣的話會真的挺不下去 甚至他們還說了說你們不是很喜歡說黃國昌館長是中共同路人嗎 那怎麼這一位升旅台獨大佬也說黃國昌讚要捐錢給館長呢 到底是什麼原因 好這一位郭北紅他有出來講了 他就說啦說其實他就覺得到底你們這個遊行是要遊行什麼 你們講說居住正義 講說司法正義 兩個人其實都有被人家做文章的地方 你們根本就是一個厭惡民進黨的大遊行 就直說就好啦 因為到目前為止民進黨好像確實很多人對於黃國昌 對於館長有一些攻擊 黃國昌的部分當然就是他的土地的部分 來看看現在他有揮擊 在那邊搞市地重畫 在那邊搞土地開發你有什麼證據 有啊沒關係啦 還有好幾個月啊 還有好幾個月我就跟你講我低潮很滿啊 你們今天這樣子無地放死的抹黑我 那就沒有關係啊 接下來你們就等著學流成河啊 好 什麼意思 好像已經變成爆料黃紅的黃國昌 說自己低潮很滿 是表示有很多的內幕要等著爆嗎 當然鄭立文就直接問了 你現在到底人設經不經得起考驗呢 那如果你現在低潮很滿 有這麼多的內容的話 那以前難道就沒有就完全都不知道嗎 以前為什麼不說 為什麼現在這個時間點才要出來說 而這裡頭跟他對上還包括了誰 包括這一位陳明文 陳明文現在被爆料了 說他兒子這個養豬廠又出事情了 被爆料疑似是違規的排放廢水 那目前他們其實他們的廠長有講說是新啟用的 所以都沒有排放廢水等等的問題 然後在環保局的部分也說他們趕緊去查了 表示對方有說廢水管線破裂的時候 他們就趕緊三個小時內去通報 一切合乎規定 後續的部分他們還會持續的再來採檢 但是就有人問了真的會查真的敢查嗎 為什麼問這麼一句 因為現在彰化縣的縣長是誰 是翁張良 翁張良當年要選舉的時候 陳明文是怎麼挺他的 是挺他挺到直接跟昔日的女戰友 張花冠避命 兩個人就因為當時的那一個決定不一樣 從此之後好像沒有辦法再好好坐在一起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有可能會查嗎 真的會查嗎 到底這一些政治人物之間 你什麼時候有這些資料 或者是說你到底有沒有認真在對待每一個資料 真的公平正義嗎 回過頭來請教兵哥怎麼樣來看 好 柯文哲現在出來道歉了 同時也強調我的這個演唱會高聲量是真的 你們知不知道這個KONOMAX能夠做幾個人 250到300個人而已 4分鐘搶完有什麼好奇怪 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嗎 柯文哲連250跟300個人都弄不到 一個人才8800而已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根本總統都不用選了 我覺得他會短時間之內消化掉很正常 只是他當初他說他要去北流 說北流故意這些人被太監就擋住了 去講這些東西 拜託 第一個那些你罵太監的人 過去都是你的部下 他都在幫你做事 你好意思嗎 再來是你當初自己規定的 你自己規定那邊不能進行任何政治活動 請問一下你這是不是政治募款活動 是啊 不然的話你憑什麼 憑那個爛歌喉一張票可以賣8800 你見鬼了吧 如果不是因為為了在政治上支持你 誰要去聽你什麼鬼演唱會 你哪會唱歌 你根本五音不全 什麼好意思講 所以現在道歉正常 那這個柯P厲害的地方 因為他看到風向不對趕快道歉 然後趕快止血 把話題帶到其他地方就OK了 這是柯文哲很強的地方 所以在網路操作 目前還是柯文哲最厲害 這是其他候選人都要去跟他學習的 但這個張之豪 我譬如說 你想要用白飯事件去掩蓋這個 賴清德造假事件 你也太明顯了吧 你也超誇張的 這個事情你那麼用力的去聯想 不過就是吃個白飯消費糾紛 你到底在那邊急什麼 而且你說什麼現在二十幾歲的人 跟四十幾歲的人投票取向不一樣 過去就是這樣一直都沒變過 從以前到現在二十幾歲的人 跟四十幾歲的人投票就不一樣 只是因為過去 年輕人站在你民進黨這邊 你就覺得是對 現在年輕人不站在你這邊 你就說是錯了 不就是這樣嗎 那黃國昌我譬如說 這個人本來就是個假掰人 基本上就是這樣 這個人沒什麼好講 但是他今天出來做這個活動 本身是不是對 是對的大家就支持 就是這樣 錯了大家就不要支持 就是這麼簡單 至於說黃國昌說他那個有低潮 低潮我們通常是那些謎片 在放這些東西 不是放你那個爆料資料 但是問題是不管怎麼樣 你今天有資料你就要公布 你曾經是立法委員 你暗砍資料不公布 請問一下你適合居心 是 來 宇軒 對 我想張志豪 只有二十幾歲的人 才會願意讓你去當靈演 四十歲的人才不會去理你 大家賺錢過生活都來不及了 所以你講這話 我就是顛三倒四 這樣我想講到柯文哲 我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他的道歉內容 他總共分三段 他是到最後一段才說 我要為我的用語 用語不當 道歉 我會深刻翻信心 他不是說我講錯 他說我用語不當 好 那柯文哲第一段講什麼 他說這是東區門戶計畫 重要的一環 第一個 他先說 來 北流是我的政績 這是他第一個闡述 說有沒有可能在那邊辦演唱會 很歡樂 單純for fun 單純好玩 我就問各位 柯文哲先前還講過說 我上面可能會偷入一點政策 來 現在這個時間點選總統大選 然後柯文哲辦一場演唱會 只是為了單純讓大家分享 自己的歌喉你相信嗎 我覺得沒有人會相信 他支持者也不會相信 但是他支持者怎麼想 沒關係 來 他第二段說什麼 我知道不能辦政治活動 但我也不會破壞規則 這就是一場音樂會 他再度強調說 只是一場音樂會 我們剛剛已經解釋過了 你覺得這只是一場音樂會嗎 柯文哲只是想唱歌給大家聽 分享福音 當然不是 所以那沒關係 最後一段他還特別講到 我接受結果也希望有更清楚的規則 那我就問 那你當初柯文哲自己在任的時候 為什麼把規則定清楚 而且規則有多清楚 他說總統與副總統 相關的進選活動 以及相關政黨涉及政治性的活動 這樣還不夠清楚 這超清楚的 所以柯文哲為什麼他這樣子 基本上因為他對他支持者 還是要有交代 信者很信 今天你會支持柯文哲的人 就會相信他 但他要顧及到其他中間選民到 國民黨的支持者 甚至潛略的支持者 所以道個歉 所以我想這整篇聲明 最重要的一個結論 還是柯文哲好棒棒 來 劉志哥怎麼看 各位從頭到尾 這個就是一個行銷案 根本沒有打算要在北流辦 北流應該只是過水而已 問一下 因為要知道怎麼可能去北流 他只是適合 應該要250個是不是 北流5千 沒有說這個 這個250 想就知道怎麼可能 這個就是一個行銷策略 但是如果下面那個大瑜琴的數據說 柯文哲的網路高聲量是虛胖 大數據專家 我可能 有可能要去研究一下 這三年來 整個大陸到美國 所謂的虛胖 就是建築在小號同溫層 去發出來的各個文章 現在這些研究專家 已經不認為小號跟矩陣 是叫虛胖了 因為他造成的TikTok 或者是短影音Reals的 新的演算法 一概都算為是自己人 你知道嗎 因為以前 為什麼他說虛胖 你同溫層 都是你們這些人在發來發去 現在的矩陣的方式 算法已經不是這樣在算了 包括連這些 你所謂的虛號的小號 全部都是 為什麼 因為現在都是實體傳播 整個演算法完全都不一樣 實打實的 整個PV的算法 已經不是現在大數據的算法 我真的要再講 我在這邊再提醒一次 柯文哲在玩一個 史上從來你們沒有看過的 選舉模式 而且是整個在5G時代 開始完完全全嶄新的 如果國民黨在之前的選舉 被空戰 嚴寬恒這些人被空戰 打得還不夠慘 你可以繼續在5G 笑柯文哲說虛怕 說柯文哲沒有實力 沒有地方派系 沒有實力 沒有基本盤 OK 你可以慢慢玩 你就可以看到柯文哲 這麼在空戰上 把你們這些人 修理得一塌糊塗